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Yuki 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公园里面剪过松果 松果这有点刺刺的 我们称这叫做鳞片 这一片一片的这叫鳞片 那这松果就是由很多鳞片所组成的 那你可能只有看过这大的 其实还有小的 它其实是有雌雄的差别 有一些比较小 那这其实是一个生殖器官 那正式的名称 这不叫我们一般叫它松果 那我们正式的名称叫它球果 它是某一类植物的生殖器官 那由一片一片鳞片所组成 好 那这个球果你如果仔细看的话 有些时候你运气好 可以看到它里面是有种子的 你可以直接摸到这种子 那种子上面那个一片薄薄的 这是什么呢 这是它刺 那这可以帮助它可以稍微飘远一点 OK 那这是球果 那你想说会奇怪 我们一般的植物应该要把这个果实切开才看得到种子 对不对 可是刚刚我们看到这个球果的种子是直接裸露在外面的 我们把它对照一下 你就发现 哎呦 怎么这样呢 这个像右边的芭蕾 你把它切开里面才有种子 然后呢 这球果里面 你可以直接摸到这个一片一片的种子 很显然是不一样的东西 OK 所以我们稍微讲一下 我们看那个芭蕾它的种子包在果实里面 那果实是从哪边来的 果实是花的脂肪变化来的 对不对 经过受精之后花凋谢了 然后就变成了果实 啊 啊 来 好好好 泼泼 来 呃 右边这个芭蕾的果实 是从哪边来的 哎 我们说果实 包在种子外面的果实 是由花的脂肪发育而来的 对不对 花受精了之后 脂肪发育成为果实 哎 那看起来刚刚那个 松 那个球果 它的种子直接裸露在外面 它没有这个构造 对不对 对 是的 这个我们刚刚讲球果这东西啊 它没有花 它没有花这个构造 它直接就是用球果当做它的生殖器官了 所以它没有花的这个构造 那它的这个种子 因为我们刚刚讲可以直接摸到嘛 所以我们说它是裸 把种子裸露在外面的裸子植物 好 那像白拉那种 它是那个种子被包覆起来的 叫做被子植物 好 OK 所以这个球果 它是裸子植物 的生殖器官 OK 那这个球果 有分为磁的跟熊的 磁的比较大 熊的比较小 好 那磁球果呢 比较大 里面呢 很多鳞片 然后每一片鳞片 内侧有两个胚株 胚株里面 有软细胞 然后受精之后 软那个胚株呢 就可以变成为种子 这一点都是跟我们刚刚讲的 芭拉很像 但是差别就在于它们没有花 那它的胚株是直接就附着在鳞片上面 OK 好 那我们把它切开 你可以如果把它切开的话 你可以看得到 这个煤片鳞片上面都有两个种子 它都有种子附着在这边 那一开始还没受精的时候 它就是胚株嘛 那受精之后就发育成为种子 好 OK 那怎么受精的呢 就是这个啊 熊球果 它可以产生花粉 我们之前讲 一般的植物是花产生花粉 花的熊的产生花粉 对不对 那在这个罗子植物 因为它们没有花嘛 它们是用熊球果产生花粉 那这花粉一样 里面有精细胞 然后呢 来到胚株上面之后 OK 好 那但是问题来了 要来到胚株 怎么来啊 是靠着昆虫还是花 还是蜂来传播这个花粉呢 各位 我们讲 要靠昆虫的 那个植物 它的花要很大 要很漂亮 或者有鲜 或者有那个香气 对不对 可是这个松果 你去捡松果的时候 有闻到香气吗 没有 我们刚刚又讲它没有花 所以它很想就靠着蜂来传播花粉嘛 对不对 好 那靠着蜂来传播花粉的时候 我们说过了 因为它不知道持球果在哪边 所以它就需要很大量很大量的花粉 它长相不鲜艳 它就只能靠着花粉 靠着蜂来传播花粉 那因为不知道持球果在那边 所以它就必须要靠很多很多的那个花粉才能够有运气好碰到持球果去嘛 对不对 好 所以它就会以量取胜 OK 好 那你看这个日本人他们常常都会有花粉症对不对 你看花粉多到在地上可以积这么多 就是因为它不知道持球果在那边它的花粉就只好以量取胜嘛 OK 好 那假设有一些花粉 运气好落在持球果的胚珠上面了 落在这上面之后呢 它跟我们以前讲过的植物很像哦 它就是长出花粉管 然后呢 精细胞藉由花粉管来到胚珠里面跟软细胞结合 然后完成受精之后 胚珠就发育成为种子 这一点倒是跟我们以前讲的植物的花是一样的 但是差别就在于 它是没有花这个构造 它是用球果 但是球果 熊球果也会产生花粉 然后一样有花粉管 好 那 再来 这个我们刚刚看到这个 种子它是有刺的对不对 它可以随风飘散 为什么要刺 为什么要刺 来我们来看一下 新竹的阿简老师 他做了一个实验 他把这个 他把这个 好 这是什么呢 它其实是在底下用 你可以看得到它用那个类似软电板的 那个绿色的东西 这类似软电板的构造 然后把它包起来 然后底下呢 开电扇 好 然后 因为风不会离开嘛 被那个软电板给包住啦 所以呢 松子就在这里 风就在这边吹 往上吹 然后呢 松子 遇到这些风就在这边旋转 有点像是那个 竹蜻蜓有没有 那所以你就知道 它这翅膀可以帮助它飞行 可以飞一段距离 好那这个东西要做什么 为什么要飞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今天有一颗 那个裸子之物 它产生了种子 然后这种子呢 直接落下来 哎呀 这有什么 在这边就要发芽了啊 对不对 可是很不幸的 你会发现 在这里 都没有光线 根本不可能行光合作用 没办法活啊 现在另外一颗 那个裸子之物 它的种子是有翅膀的 哎 它可以随风飘散 飘到 哎 运气好 就可以飘到远一点的地方 没有在妈妈的 那个阴影底下 哎 它有光线了 它就可以行光合作用 所以 它就可以长大了 对不对 所以 哎 有这个翅膀 对它而言是很重要的 如果没有的话 就只能掉在妈妈的附近 然后光线都被妈妈抢走了 所以 根本没办法活 那 有翅膀 就有机会飞到 有光线的地方 可以行光合作用 所以 这个对它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构造 好 OK 那这个松子呢 哎 我们平常可能有人吃过 你在吃月饼的时候就有吃过 那 这松子吃起来蛮好吃的 你到Costco Costco还可以去买得到一大包 然后 这个 回家可以弄 那这就是松子 OK 那甚至有些还可以提炼松子油 但是不太 不太容易就是了 毕竟 一棵松树 没办法产生多少松子 OK 好 那我们讲的这些螺子植物 那到底有谁是常见的螺子植物呢 好的 常见螺子植物是有松树 山树 薄树 松山薄 以及苏铁 你说老师 苏铁是什么 这个是苏铁 那个叶子像刺 很像针一样刺人的 这叫苏铁 又叫做铁树 因为它很刺嘛 很硬 叫铁树 那 现在 校园里面比较少的这个 这样子形状的 这叫做龙伯 因为很多都被盗 都被人家偷走了 这还蛮值钱都被偷走了 所以不见了 以前我们小时候 几乎每个学校都有 现在比较少见了 这叫龙伯 那 再来 神木 我们台湾的神木 大部分都是红块 红块 也是罗子之物 以及 还有一个银杏 银杏也是罗子之物 那 讲到铁树呢 可能你会听过铁树开花 对不起 这是一场误会 因为我们说它是什么 它是罗子之物 它不会开花 你看到这个东西 其实是它的求果 它这不是花 我们讲过花必须要有熊蕊 磁蕊 或者至少你是担心花 要有熊蕊或者磁蕊 然后磁蕊要有脂肪 对不对 它没有啊 它没这个构造 所以 这个是 球果 那苏铁它是罗子之物 它不会有花 所以你看到这其实是它球果 那 一般来讲 我们说熊球果比较小 磁球果比较大 苏铁又跟人家不一样 它的熊球果还蛮大的 磁球果比较小 OK 这是磁球果 好 这是苏铁 所以听人家讲说 铁树开花百年难得一见 不只是百年难得一见 几亿年来它都没开过花 因为它根本不会开花 OK 好 那你说铁树开花 不不不不 它不会开花 OK 好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一般这个罗子植物呢 很常被拿来当作建材 好 我们刚 呃 为什么呢 这些植物啊 它大部分是生长在比较寒冷的地方 所以 它生长的速度很慢 好 所以它就慢慢长 好 那 因为它生长在寒冷的地方 所以 呃 为了防止水分散失 所以它叶子大部分是增壮的 好 那比方说松树 山树 薄树 好 大部分 还有刚刚我们刚刚看到那个苏铁 叶子大部分是增壮的 好 那 呃 它因为生长在比较寒冷的地方 所以它生长的速度很慢 那我们讲过 这个 呃 年轮 在比较冷的地方 年轮形成的慢 然后呢 细胞小 水分少 质地很致密 所以可以拿来当做建材 那 反过来讲 亚马逊热带雨林这边的植物生长很快 然后细胞大 水分多 水分多就容易烂掉 所以不适合做建材 好 这是罗子植物 OK 罗子植物常被拿来做建材的原因就这样子 另外 罗子植物长得非常笔直 不会弯来 不会弯来弯去 所以 它来当做建材就非常好用 好 所以这是 罗子植物能够当建材的原因 那 有些植物呢 好 有些罗子植物 没有真叶哦 比方说 银杏 我们刚刚讲 很多是生长在比较冷的地方嘛 所以它叶子变成真壮的 防止水分散失 可是银杏它生活 它生活地方没那么冷 所以它叶子不是真壮的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银杏 银杏的叶子很优美 那这个你在西头 西头有那个一片银杏林 你就会看得到 那银杏的种子 去壳之后呢 可以吃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白果 这黄黄的这个 白果 OK 有点苦味 你在喝鸡汤的时候 妈妈可能会加这个白果 这就是银杏的种子 去壳之后的结果 OK 好 那所以 好啦 我们讲完这些之后 那我们稍微总结一下 所谓的裸子植物就是 不开花 不会结果 然后它的种子裸露在外面 你可以直接用手触摸的 我们叫它裸子植物 OK 那它有熊 熊球果跟磁球果 有花粉 跟胚珠 所以它经过受尽之后 产生种子 OK 这是裸子植物 到这边 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没有的话 我们下次再见 OK 拜拜